一開始天翼這個角色本來講的寫得更神秘 有點點神格話一樣的人存在在那邊 然後後來秋生哥進來 一開始在片場的時候看到會覺得 跟原來我的想像不太一樣 但是真的看了簡介就會發現 其實他加進去的是人味 你媽媽從來沒有離開你 她就在你身體裡面 把你壓抑的感情卸掉 我們那時候設定就是每一集 可能會有一個代表性的經脉 然後就是可能代表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然後他表現出來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這可以值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有一個結 問題是你有想過改變嗎 其實每一個經脉他們都有相對應的疾病 相對應的性格 那那些東西其實就會變成是這些角色 他們需要解決的某種心理的問題這樣子 周六晚上九點請鎖定公視四樓的天堂 你不要披著我 沒有披著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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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披著我